那个市长我会拜托你一下 接下来你回答的时候 可不可以对着麦克服 可以了可以了 在站上直询台就被议员批评 话讲不清楚 柯文哲开起了玩笑 说他这都是跟立法院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学的 因为你常常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 我都听不懂你 你说什么 我已经学到老柯的正传了 什么什么 你看我又听不到了 市政直询少了火药味 但面对2020总统大选 可不能这么轻松以对 即使柯文哲还没明说 到底选不选 但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柯文哲的支持度有下滑的趋势 你认为未来这个总统府 是乘坐马车传的持久 或者坐马车传 Masters 这个我上次也有回答 只要看你有没有买到车票 所以乘坐马车众有可能向着必� can 有可能升级 就对了 虽然 航打车也没有脚大车 我生氣我不是民進黨的 你很慶幸你不是民進黨的 他們這麼搞 因為他越這樣搞 你就撈得到越多的民進黨的票 坐收漁翁之力 應該是這樣吧 不是 我就覺得 這才是假的 沒有什麼 很亂 不曉得亂什麼 選不選堅持不給答案 不過對於藍綠兩陣營 都陷於黨內初選紛爭 柯文哲持續隔岸關火 畢竟一旦柯文哲投入總統選戰 那誰來接台北市長 也成了外界關心焦點 EQ還是人 EQ品德啦 體力 這個大概有沒有 這些都是條件 但是最重要是要選得上 我已經想過很久了 放眼望去 你覺得你的團隊裡面 有誰是可以選得上 我看來看去好像都沒有 都沒有 強調人選不是問題 選不選得上才是關鍵 面對2020總統大選佈局 柯文哲繼續 鴨子滑水 歡迎新聞 宋君一定上乘 台北報導